大家不要以为那个战争发生跟台风一样有架可以放 没有了 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管发生什么事该上班还是要上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卧槽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防灾教育训练协会的秘书长 同时也是民传大学都市规划与防灾学系的副教授马逊老师来上节目 那马老师在学术领域的专长是灾害防救体系与政策 然后任性社会跟社会防御 那在教学研究之外 老师也投入了很多灾防跟民房的政策倡议 那也协助政府发展跟执行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马老师 那我们先来欢迎一下马老师吧 欢迎马老师 谢谢大家 而且马老师其实也是我们卧槽积极行动指南的专业顾问 对我们所持的内容提供非常多的宝贵建议 马老师要不要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平常在做些什么 平常 不能说的也不用说的没关系 学校当然就是要去准时上课 这很重要 然后还要当学生的保姆 我们现在的小朋友比较脆弱一点 所以是任性的要建立他们 也是一种社会任性 强健的心理 还有跟包括消防署 包括跟现在叫和安会 那我们长期有一些对台湾的应变体系 我们很多地方要去改进 所以我们会有合作的一些工作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编写 我们全年有出了一本叫做公民行动指南 那也出了之后 然后老师也写出了很多帮忙 这次我们又编了一本叫积极行动指南 也是请马老师当成顾问 然后我们有看过什么手册的架构等等 其实我也想要趁这个机会想要问一下老师 就是我们刚才这几年 当然握草 你看我们出了两本 然后我们看到黑熊学院 他们也出了一个跟青少年有关的民房书籍 那很多的团体 像什么中国台湾 也在线上有很多学习的资源 而且我觉得更有趣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书店那些 产品金字厂那些 连锁书店 它会有一整区 在放什么求生避难 防灾训言 那可能来自于各个国家 或是台湾自己写 除了民间政府 像国防部 2022年出了一本全民国防手册 去年2023年也出了一个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所以其实各界 从官方到民间 都在出各种 关于这些民房手册相关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原因 老师觉得 比如是因为真的这些战争紧张吗 还是说有其他因素呢 想听听看老师 对这个东西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个人的观察 这件事情其实还更早一点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日本的东京都 曾经出了一本叫做东京房载 黄色的封面 然后后来又针对女性跟小孩 又出了一本 所谓的东京房载圣户 这个大概就是从 他们三一一之后 日本他们就很积极的去 针对这个部分 去做民众的教育训导 不过他们以前也有做 只是说东京后来 做这个部分比较有系统 大部分的工作 就是教民众 怎么在平时做准备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各县市政府 就疯狂的制作方在搜索 因为最早就台北市 新北市 然后其他的县市政府 一看 大家就有那种竞争感 出现 就拼命做 这个部分大概过去 台湾就没有 有了以后当然民众就有点稀奇 然后怎么会有这东西 慢慢的随着 就是说像俄乌战争之后 大家就发现说 灾害以外还有战争 那这两种东西到底有什么差别 所以当然这个就只有商机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传递 然后把这样的讯息传递 给所有的人知道 因为刚刚老师提到的是日本这边的 对 那我们之前沃嫂在写采访的时候 就发现说 其实由政府去宣导这种 对应灾难情境的知识 其实在国外好像并不是太罕见的事情 对 比如说像欧洲 这些面对俄罗斯侵略风险的国家 包括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瑞典 或者是波兰 这些国家政府 其实都有推出过民防手册 来教大家怎么面对情境 那甚至连美国 这种相对来说 邻居可能好像没有台湾跟这些国家 这么倒霉的美国 都也曾经有为了应对可能的恐怖攻击 去写了这些内容 比如说公共场所与人潮拥挤地点 面对大规模攻击的时候 该怎么处理 那就想请问老师 如果我们回到台湾的麦多来看 以台湾的社会环境 跟可能发生的灾害风险来说 一个合适 而且适合台湾民众的民防手册 应该要有哪一些内容 哇 这个讲起来就很多了 其实我们对灾害跟所谓的战争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会去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会面对什么状况 那像比如说地震 大家就会第一时间就想象说 房子会倒啊对不对 事实上地震要发生的时候 它的问题还蛮复杂的 我们可能会面对比较大的问题 是停水停电 可能很多还是人 房子没倒但不敢回家 所以我们就要面对一堆恐慌的民众 这样子 但是我们也同时就会有很多志工跑出来 然后说我要帮忙 有时候志工都是好心 但是他不知道要帮什么忙 所以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情境 跟我们在教科书上面写的有点不大一样 战争也是一样 就是战争我们台海这样的一个环境 当然包括我们的外岛 我们到底会面对什么样的情境 这个跟欧洲大陆跟美国可能就不同 因为美国早年是核战的问题 冷战 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民防手册是教你遇到核子 飞弹构机要怎么办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曾经出过那样的版本 但是后来随着就是冷战结束 再加上就是说美国也觉得这个机率实在是太低了 所以他们现在这种东西几乎就不见了 我们以前在1970年代80年代 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些类似的这一些政府出版品 可是后来就随着台湾的乐天特性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 就是说台湾现在所需要的民防手册 除了我刚刚第一个讲的情境 我们现在要先确定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环境 包括科技 你用的科技 还有你的都市环境 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以前用的东西基本上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通通丢掉不要用 我们必须要重新去写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那个情境 就是不管是灾害 当然我们可能想更强调的事情 也许是战争的话 我们该怎么去思考台湾可能会碰到的战争情境 新形态的 就刚提到过去很多的想象可能已经不服使用了 那到底我们现在台湾 可能真的要大家注意的战争情境 会是怎么样子 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再讲 大家知道二次大战到了末期 在台湾也曾经被美军轰炸过 我们有个台北大国 我觉得这个要提醒大家 对二战的时候我们是被美军轰炸 请问二战的时候台湾被哪个国家轰炸呢 对一中华民国二日本三美国 中华民国有没有来轰炸过 然后重庆飞的过来 对重庆飞 然后美国 美国也去轰炸过东京 所以东京有东京大轰炸 那我们在面对这个战争情境的时候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把东京大轰炸 跟那时候台北大轰炸 那样的一种情境再拿回来用 原因是我们现在的都市的建筑物 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 台湾的都市建筑物 现在应该大家这样讲 大家现在在讲房间很高 房间很高大家就很抱怨 但是房间很高的背后 有其中一个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我们盖房子的成本很贵 我们是钢筋水泥 然后很厚重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因为我们要抵抗地震 所以我们要所谓的什么叫做小镇不坏 然后什么中镇可修大镇不倒 就它有一个口号 对就是说房镇系数什么那些 对就是921之后我们一直调整 921之前我们也调整 我们把什么加州智利 那些日本的那些 就是他们用来新建公共设施 跟建筑物的标准 通通拿到台湾来 然后又把它加了加码 所以台湾的建筑物 如果你要老实来讲的话 它搞不好很多建筑物 比二次大战的碉堡还要坚固 我们地震会倒 大家去想地震会倒 是因为那个土壤异化 跟地基遭受到断层的破坏 整个地基一楼折断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 就是梁柱破坏以后 它整个倒塌 可是你看台湾的房子倒塌以后 它还是整块 它并没有整个碎成碎片 对 上面还是 还是看着楼层什么这些这样子 对对对 它不像说很多国家 它倒了以后 他们有一个专用名词叫Pancake 就是说倒了以后会一层跌一层 一层跌一层压扁扁 那叫Pancake 松饼那样子 对对对 像美国他们 听起来很可怕 对美国他们在救灾 或是我们上次去土耳其救灾 他们很多的建筑物就是Pancake 那台湾的岛就是很有尊严的岛 什么栗子 栗子 栗子 栗子树躺下来 让我躺下 倒了 所以你看2016年 我们倒那个尾冠金 台南的是 那个真的就是这样子体体倒下来 后来另外一个 0206就是在花莲 它是歪掉 但也倒了 那看它那个就是因为底下是断层经过 所以非但要把它打成那个样子 还真的是不大可能 所以如果以台湾目前的建筑物的话 非但打中我们现在的钢筋水泥结构的话 大概就是一个洞 一个洞 所以空袭 我们现在有玩演习 对对 空袭警报 那我这样讲的话 可能很多人就会说 哇 老师你这样讲怎么办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身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面 你还要跑出去 再跑到地下的避难场所 我是觉得有一点 先不用 离谱 对 那什么人要躲呢 第一个你人在路面上 就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 你当然要躲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住的房子是日本式的那一种 就是 木造建筑 扣大厨 或是砖划 那种 东京大空袭 东京大轰炸 跟台北大空袭 招和时代留下 你一定要躲 不然其他人其实躲的意义 其实并不大 而且你躲到地下室去 我们地下室有好多的汽油 你躲到哪里去要干什么 所以情境就是在这个地方产生 你会从这两海里去思考 我们到底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那也有人问说 是不是空袭警报一想 就要开始准备防灾包 然后准备要逃到哪里去 这个也是要看状况 那这个状况的确就是 因为你身处什么地方 你的行动会不一样 有哪些不同 我们现在 比较难去界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当然第一个 如果我们遭受的是大规模灾害 那就是没水没电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去避难 或者说房子真的外掉 那就要去避难 那如果是飞弹攻击的话 当然就是第一波被打到的 那房子有受损还要避难 那隔壁隔壁隔壁 那你到底要不要离开 那这个老实讲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所住的地方 根本也没有飞弹攻击 你只是听到了警报 然后可能隔壁箱隔壁镇 隔壁区被攻击了 那你离开要干什么 要去哪里 对所以他其实这东西 必须要有一个情境思考 就是说我面对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今天 我刚刚讲说没水没电 我被攻击了 着火了 然后可能甚至最极端的一个状况就是 我看到敌军了 那我就要走 那我如果这些都没有发生 那我可能要继续过生活 那我讲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不要以为 那个战争发生跟台风一样 有架可以放 没有 我们现在基本上 不管发生什么事 该上班还是要上班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老师刚刚说这一句话 我们其实有现在 我们这次的积极行动是什么 那个概念是一个 就是要尽量最大程度的 维持社会机能的运动 没错 因为你可能运动 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做面包的 对 没差我一个人 我不要去上班不重要 可没有你可能你的 你维持这个台湾内部食物的攻击 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作 你还是让整个社会任性 撑住 不会马上就整个消失功能 这个其实也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这次 其实我们推出积极行动指南 也是想要 有事老师刚刚提的 让大家去了解 可能的战争情境有哪些 因为就是我们如果 一般传统可能想到 还是诺曼蒂登陆 抢救人大兵 或是那些 好莱坞电影式的那种战争情境 但是我们一般人 不会说开展就看到 那个墙滩画面 那个其实很多一种可能性 所以我们这次 不管介绍战争情境 还会介绍说 你的当然可能物资准备 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 你该准备些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可能可以学一些 急救技巧 生理上急救 我们这次还要讲到一些 心理上如何去coping 如何去应对 一些调试的一些技巧 然后最后我们也提到一个 我觉得我们 跟其他所测比较不一样的 去提到说 公民可以怎么去 比较积极的去参与抵抗 就你可能不是只是自救 你还可以去救别人 或是一定程度的抵抗 我们自己想象是 比较像同心缘的概念 你自己个人 到家庭到社会 然后到整个国家 你越有能力 你可以做越多 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 讲到这边 我们就要来问一下马老师 就是马老师觉得 卧槽的积极行动指南 是不是有符合老师想象中 或者是老师认为的 民房手册该有的标准 那是不是一个合格的手册呢 不是老师是顾问 他这样很难回答 我先给95分 95分有进步 而且我觉得这个 市面上其实很多的民房手册 就刚刚提到 都比较在于就是自救 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 跟老师也讨论到 有些部分是在提到 到底身为公民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 大家对于战争很 这都是国防部的事 这都是军人的事情 所以我什么都不要care 我也不要准备 我也不需要学这种事情 发生的时候 在所看的办 就躺平 对就躺平一组 所以老师也觉得说 到底在对一般人而言 就是你可能没有 就过专业的什么训练 或是机救的训练 或是更何跟军事相关的知识 到底一般人 除了刚刚讲 继续工作之外 可以有什么方式来应对 你可能是大型灾难 或是可能的战争 好 我想从基本款开始 就是说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要准备的工作吧 我们在防灾的体系 会建议民众有三天储备 那这三天储备 当然就是包括水 然后一些比较容易 使用的粮食 很多民众到了台风的时候 会去抢泡面 其实泡面不大容易食用 因为除非你要热水 所以就是三天的储备里面 大概水跟 比如说像调理包 这一类比较容易 料理的食物 或者是现在有很多 登山用品店 有卖米饭 是直接泡水就可以 有些甚至冷水都可以 那这些储备 就是说我们不见得是因为战争 而可能是因为大型的天灾 我们可能就需要它 那为什么是三天 因为按照过去我们的经验 跟日本的经验 就是政府的援助 或者是大型的民间团体的援助 72小时之内都会到 那以台湾这么小 你说到不了也不大容易 就除非你住在很深山的地方 那当然另一当别论 都市地区的话可能更快 所以三天我们就讲 这是一个基本款 那这个基本款其实蛮有意思的 我讲个小故事就是 我有一年上课的时候我就要学生去做这样的准备 那请他们准备完以后拍照 然后呢画个图告诉我 就是说万一他们住的地方发生火灾啊地震啊 他的行动计划是什么 那你就会看到蛮有趣的 就是火灾当然你就是要先求生嘛 想办法不要被烟呛到啊 然后先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等人家来救你 或是你能够直接疏散的话你疏散了 地震的话呢 大家就开始在想说要不要骑摩托车回家啦 对不对 那有人就写了一个计划 他要从桃园骑回屏东 顺便环岛 对 地震的时候吗 对 他说如果发生大地震的话 他要从桃园骑回屏东 而且他非常厉害的是 他已经算出来 他那台机车骑回需要多少油 他就把那个油先买了以后就放在宿舍里面 然后我就吓得要议 我说等一下老师告诉你的三天储备好像没有包过这一块 对 但是呢 他就说那这样的话 他如果迷失到加油站 加油站没有电 他没办法加油就没办法回家 对不对 然后什么铁路公路都不通怎么办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子好不好 你那三童油 能不能不要放在房间里 好可怕 会有另外的衣服 就是你会找别的地方放啊 那样子 但是那一位学生很可爱 就是说他后来每隔几天他遇到一个情况是 他们那个宿舍忽然停水 停水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个水塔的水管爆掉了 那他刚好洗头洗到一半 所以他满身泡沫 他就忽然想到了我告诉他的三天储备 然后他运气非常好 是因为他原来放汽油的地方 他后来放了水 所以他后来就用那个水去把他头上的泡泡死掉 然后擦干 然后再出去想办法 再去评痛 也是一种处理紧急状况的筹备 对 所以那个有时候就是说我们讲这些事情就是 你有时候会碰到生活上的一些 可能的小小风险或小小危机 三天储备可能就会帮你一些忙 或者是说到了月底 你爸妈忘了寄钱给你 那个三天储备 就是一号二号三号 还可以活下 还可以撑三天 至少这三天可以一直打掉 我给人家吹钱 在口袋里面找到两百块的感觉 这里有一些食物跟储备 没有错 所以这个是很基本的 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萌萌 对萌萌 提到那个自救 就是像急救这一类 因为我们很可能就是旁边的人发生了 或是我们自己本身发生了一些 可能小受伤或什么的 你还是要自己会 直学会懂得这一些急救的能力 这个就不能等72小时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那平常我在做什么事 其实我们最近有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国内就警销单位 包括一警一销 他们其实出勤的时候 除了那个救护的那块 他们身上一定会有急救器材之外 警察跟消防是没有 他们身上没有配急救器材 最近我们开始买 所以他们如果原本就是受伤的话 在现场受伤 也是要叫救护车来救 所以就是说 那如果警察现场枪战 他也要叫救护车 他一定要叫救护车待命 一定要叫救护车待命 所以从大概两三年前开始 国内有蛮多的民间团体 有的是用捐赠的 有的是用政府的预算就开始买 我们叫IFAK 叫IFAC 就是个人急救包 那他是很小一个 然后就是佩戴在身上 那你发生任何情况的话 你至少支血绷带 这些东西支血带 那就马上可以上去 这个其实最近有一个例子 我想可能大家还记得 就是基隆有一个弹药库 那个时候这个事件里面 受伤的这些国军的同仁 事实上都得救 他得救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的同事本身身上就有配支血带 我稍微打转一下 老师最后的意思是 那个同仁有配支血带 那是公发的还是说是 这是一个小小罗生门 就是说一开始媒体的报导是说 这些支血带他们自费购买的 然后就自费受训 然后所以他看到爆炸以后 就马上就冲上去 然后把他拉住 后来这些人到医院 然后就因为没有失血 所以就得救 那后来当然国务部有出来 稍微说明了一下 就说其实我们是有买的 所以到底用的是谁的 其实我们也不重要 就是至少 得救 结论 给了我们一个经验就是说 大家要随身带 这些东西很重要 其实我有带 我的包包都有自全带 有一条 其实是来参加这个podcast路易 听起来是最safe的一个活动 但是你不知道有什么路上 或是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心的 在老师旁边受伤 所以自救能力 这个是我们讲的 第二个基本的准备 就是协助旁边问自己 再来就是 刚刚讲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是说 你到底要采取什么行动 就是说你面对这样的一个 可能的 不管是任何的风险 你要怎么采取行动 所以这就变成是 我们在国民 所有的国民 其实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 把这件事情普及化 就是你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 你的家庭 你自己 还有你的社区 跟你上班的地方 他应该基本上要有一个 这种所谓的危机的演练 让你熟悉 就是说我遇到这个情话 怎么办 所以像即便是坐游览车 我们也要找逃生门 然后去唱KT 我们也要找逃生门 这大概一样的概念 而且这些都是真的有发生过 有没有训练 有没有逃生计划 结果会差很多 真的有这样的事先发生 对 这就是很多条人命 老师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蛮重要 这个民防手册的 面对大众的部分 这样子 那因为比如说以台湾 面对中国武力威胁的情境 民防教育其实应该是蛮重要 然后台湾也是一个有地震 然后可能有比较多各式各样情况 或者是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 相对比较小的灾害 可能我们也都会遇到 对 那因为现在好像国防部 到了去年才公布了 全民国防应变手册 而且好像是被骂了蛮久之后 才出来的 那就想要问老师 那目前就是政府这个面向 一般智慧大众的民防教育 老师觉得足够吗 怎么样鼓励大家更学习 这方面的知识呢 你要问我当然是不够 差得远了 就是说你可以到路上去 随便找一个人问吧 就是说如果你面对地震怎么办 你面对战争怎么办 可能大部分就瞪大眼睛 看着你说就等政府来救我 政府不大可能那时候来救你 因为他可能要忙别的事情 而且搞不好政府自己 就是受待护 我们现在其实大家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都会认为说 我们比如说打119打110 然后政府就随口随道 那是因为你在正常状况之下 然后政府是好的 但是政府也会坏掉 政府什么时候会坏掉呢 地震他会坏掉 他如果发生战争 他被攻击也会坏掉 甚至就是说他可能自己 不小心也会坏掉 所以你不能把政府 当做一个超人 就是说他一定什么都会 所以以前大概十年前 我们开始就在鼓励 因为我个人有在跑学校的防灾 就是国中小的那种 帮他们看他们的防灾演练 跟他们的这些校园安全 他们一开始呢 每一次只要演习 一定会把消防队照来 然后救护车一定会在旁边待命 当然你对消防分队来讲 他就有一个业绩 可以拍照 某某国小办演习 然后我就到 然后那个小朋友看到消防队 就说 哦耶 英雄 这是蛮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办在平常的 那种防灾教育 还OK 可是防灾演习就不OK 因为防灾演习的时候 我们看了以后 我们就会跟学校老师讲说 你确定你那个什么地震 发生六级 然后消防队会来吗 因为如果说真的这么大 可能旁边的社区 已经垮了好多 甚至就是说 不要说房子倒 我们现在在台湾 大家对地震的想象 我刚刚在讲 前面的时候 肉讲一个东西 其实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 我最怕冷击击掉下来 真的啊 那个板桥 对对 等公车大学生 掉了 对 一个女生就这样子就死掉了 所以地震发生以后 其实大家真的 第一时间最重要的是 要小心头上的东西 磁砖 你看最近不是寒流吗 如果大家有去注意新闻的话 很多地震证物 尤其是北部的几个地震证物 他有公布就是说 请大家注意那个磁砖会暴利 因为以前发生过很多次 天气冷磁 所以会掉下 新闻有拍那个暴裂的画面 蛮可怕 台北的中下东路 至少掉过N次 因为很多那种比较老的 商办大楼 他那个是二丁挂的 以前这是流行 对 东街四川 然后很冷很冷 他就爆了 他掉下来就打到人 所以我们现在地震 其实怕的 不是那种真的房子会倒 而是怕那种 就是冷气掉下来 搞不好那个 造成的伤亡也不小 当然你说像921 那个当然如果再来一次的话 当然是房子本身会受损 但如果没有到 那么大规模的话 可能我们的那些 外挂的东西 有划盆啊 各式各样的招牌啊 挂很多东西在外面 对招牌也是 对对对 所以那个就是 我们讲就是情境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学校我们就是说 你不要去想象消防车 救护车回来 因为他可能正在处理 冷气机掉下来 而且我们每一次地震来后 还有另外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是打电话进来 跟消防队讲 我被困在电梯里面的电话 特别多 因为很多人刚好在搭电 他就卡住 卡住他就打电话 那大家会觉得奇怪 电梯里面不是收不到讯号吗 电梯停下来就收不到讯号 按那个紧急通话钮 然后叫那个管理员打电话 所以消防队很忙的 忙死了 警察也很忙 真的发生灾的时候 那根本不会出现在你学校旁边 你要自己想办法 所以后来慢慢的 有 我们现在大概全台湾 大部分 我只能说大部分 中小学在演习的时候 他们就不再叫消防队来 而是在平常他们有在办那个防灾教育的时候 请消防队来做宣导 那这个宣导里面呢 有一样我们最近又在跟他们 可能学校老师都蛮讨厌 我 常会跟他们沟通 这样子 常会给他们一些难解 就是他们以前都会 请消防队来表演那个灭火器操作 然后请小孩 小朋友 去玩 对 去练习 然后呢 有一次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跟那个老师讲 说你先不要做这个演习 你先把小朋友照 随便你每个年纪照两个来 那就真的找了十几个小朋友来 然后我就指灭火器说 来你能不能提给我看 都提不起来 都光是重量 对 那是小学生 除非你的灭火器买的很小 但是学校的灭火器呢 都很大 都超大的 他买的时候没有想 他用的时候都是用那种 一般大人用的灭火器 所以你训练小朋友用灭火器 那小朋友就会认为说 他是超人 他可以灭火 然后等他发生了火 他去找灭火器 他发现他提不动 就更危险 那接下来后面就点点点点 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学校就是说 可以教灭火器的原理 你可以教灭火器 但你要告诉小朋友就是说 你可能拿不动 所以你万一发生火灾的时候 除非你长到小学六年级 就跟我一样 升到186公分 你重88公斤 那我没话讲 不然的话 你要叫一个身高不到 140公分的小孩子 去拿灭火器灭火 我认为那是一个 不切实际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多 就是说你刚刚谈到的是民房教育 可是你回头来看 这些东西跟民房都有关 可是我们在整个教学现场 或者是我们看到实际上 我们在实作的时候 其实它跟现实是脱节的 有很多不够务实的地方 对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 所谓的民房教育有几块 我会觉得比较有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 刚刚讲到情境 我就不再重复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发生一个灾害也好 或是飞弹攻击 我们必须要知道 它可能会多久 因为一个大的震灾 我们大概要撑一个礼拜 大家知道说 我们收救 大概会以72小时为第一阶段 那就三天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叫大家 准备三天的这个水 但是麻烦大家真的 不要在家里面 这三天 这汽油 吓死 会有其他的意外 好可怕 那你可以放卡式炉 这个大概是没有问题 然后在那个公园 或是人行 你可以拿你的卡式炉来主火过 这大概是没有问题 真的有人做这件事情 所以最近我们非常的 应该说是一个好现象 就是台湾自从疫情之后 大家缝露营 其实露营是一个 很好的民房教育 因为它告诉我们 怎么去在某些地方 自己可以过生活 活下来 对 即便有人的露营很高级 那个都没有关系 我知道有人露营 光是设备买了 二三十万 露营的市场现在非常大 对对对 但是因为有人露营几千块就搞定了 对对对 就自己的经济情况 你有可以采取不同的露营方式 但是他要用到的技能 其实是差不多 好 那设备当然也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这些东西是好事 我们对一般民众来讲 就是说 你要知道你要能够过多久 你看你去露营的话 你都一路就两天三天 那就是三天 对 好 地震我们就是根据 大概就是一个礼拜 你要有一个礼拜 能够过下去 如果今天假设是飞弹空机 我们今天在那个什么避难所 那避难所的话 我们现在外延期是三十分钟 可是一般来说的话 大概你也要准备个几个小时 就是会持续 第一波第二波 但是呢 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是 飞弹不是无限的 就是说 即便敌人要攻击我们 中国要攻击我们 他的飞弹不能一直打 因为他还是有他的设备上 数量上的限制 库存量 对 所以台湾的民众 可能这个想象里面 不要去想象 他跟流星雨一样 飞弹下来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像即便是日本 他们在面对北韩这种飞弹袭击 他们大概也都是用单数颗 在做计算 可能一颗掉下来 两颗掉下来 这样去算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从这个掉下来的弹着点的 松心往外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们台湾大概也差不多 因为有人去算过 大概三千多枚 针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飞弹火箭 真正能够落地的 大概五百上下 因为我们也会有拦截 或是他们对方 对 就是说我们拦截完了以后 大概还会有一些漏网之余 大概差不多五百 那五百的话 你看我们有368个象征 平均一点五个 那假设你全部都打 某个都市的话 你也不可能每一寸土地都打到 一定会有重点 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那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能够选择 怎么去对发生事件以后的 两天三天一个礼拜 要去做准备 我可能会在哪里 我刚才是要提到 该上班还是你去上班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 民房教育上面 我认为 尤其是这个部分是属于新房的部分 比较弱 大家对概念这个部分比较弱 第二个弱的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行动计划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做 这个程序在不同的情境之下 不同的场所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不是由政府统一去宣布 而是说你每一个独立的空间 比如说一栋大楼 管委会 或者是一个学校或是一个医院 或是一个购物商场 你要有自己的民房的 或者是灾害的应变的程序 那你要告诉在你这里面的人 你要怎么做 这一点我们做的很不好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看到 很具体的东西 这个确实好像是蛮让人感到恐怖的 因为我其实照到这个也很差题 不过我觉得蛮有值得讨论的 就是其实我们有相当多的法规 像民房法 我们其实有一个法规民房法 里面其实我记得有规定到 不管是公司行号 或者是像国营事业你是台电什么 其实它有规定到照理论上 照法律来讲 你都要编特种防护团 然后定期要训练 要针对什么 你真的要编组 要什么又分工合作 但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 不管在上班 在学校在各个地方 应该都没有真的practice 都没有执行过 不管编计划练习 应该完全没有碰过这件事情 但是应该要做的东西 完全没有去练习到 对啊 因为我们讲个例子 就是说日本当时不是有 百神大地震吗 1995年 那后来他们就有很多新盖的大楼 那么日本政府就针对这些大楼 他们就有做 所谓的地震的疏散的演习 也就是说地震完了以后 可能没有水没有电 大家要从大概15层楼 或到20层楼高的建筑物 疏散到平面 然后再去避难所 我有一次就有去看他们 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日本人在演习的时候 是就很淡定的 他们就从那个最上层的楼 一路往下 就慢慢慢慢走楼梯 就是像我们政府常常在讲说 地震火灾不要搭电梯 对不对 就走楼梯 然后呢 所有人就塞在二楼到四楼之间 因为那个楼梯就是 有老的有小的 然后有腿长的有腿短的 所以每个人走路的速度不一样 等到你到了二楼三楼四楼 所以就卡住 因为每个人都要从一楼 那个小小的门前去 要下架楼道的概念 对 所以就塞人了 然后呢 我们就看那个演习 从一开始发布 就是说管委会就是说 来大家现在地震完了 我们到一楼集合 然后我们要算一下时间 二十层楼 大概花了快半个小时 才把所有的人都疏散下来 然后疏散下来后 他们还要派人回去 一楼一楼清点 到底还有谁躲在那边 就他们做得很彻底 可是这个过程 一弄就弄了一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就回头再想 就是说 如果以台湾来讲的话 我们如果做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有没有练习 还是就是说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地震火灾 就不要打电梯 然后就没有了 那一六十楼上班人怎么办 101他有那个临时避难平台 他每隔几层都有个平台 可以避难 他不用整个恰到一楼 对 因为我好像六十楼 走到一楼都腿软了吧 吓死 他有避难平台 可是我没练习 老师刚刚提到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各个 不管机关单位 但还有学校 其实练习可能都不够 或是就算有 像刚刚讲说 找消防队来等等 但有时候又流于表面 那除了学校 刚刚提到国小之外 我记得中学和大学 其实原本有那个群群课 那现在转型嘛 转型成为那个叫做 全民国防课程 就我们的想象 因为说实在 我们也脱离了 那个中学教育的这个阶段 这个课程难道没有吗 就是cover到 我们现在期待的 这个民房教育上面吗 这个东西要怎么样去 把接起来 就当然除了学校之外 还有某什么样 其他的这个 学习民房的管道 这样这个东西 老师有没有涉略 有没有什么建议 我有一些比较 粗浅的想法 这只能说粗浅 因为国高中的课 我已经很久没有上 我已经毕业好久了 大学我也毕业很惨 一段时间 不过我有在 学校的防灾的观摩里面 有在看他们 怎么去上那些课 大部分的课程 还是以 比如说认识军事 比如说国军的组织 比如说国防的武器 一些军事薪知 我想这个是军训教官 我们原来叫军训教官 这些叫校安 我们所谓的这些 国防的干部 他们的专长 这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以民房角度来讲 可能警察 消防 救护 他们所具备的一些技能 跟知识 说不定在 这个所谓的 全民国防教育里面 应该要占一个比例 那这个比例 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国防教育里面 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前面 一直讲到自救 我们讲到什么储备 讲到这些 这个应该要把它融进去 所以未来 这样的一个 全民国防教育 可以的话 我会比较希望 就是说 它是由军警销 来共同规划 这样的课程 然后到学校里面去教 那为什么这样子做呢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我知道现在很多学校的教官 还有负担 另外一个小小的任务 叫做募兵 一样的道理 我们警察还是要募 募警 募校 就是要鼓励大家去考 小伙伴是要鼓励大家去考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还有疫警跟疫教 还有疫校 这些都是需要人力 所以这些人力 我们现在都老化 尤其是我刚刚讲到的 疫警 疫教跟疫校 它的运气偏高 它的训练跟装备不够 这个现在正在改善 但是年龄你没办法改善 那一年就是会老一岁 所以如果这个全民国防教育 可以转型 就是说 它让军警 销 联合规划 有一部分的内容 由原来的军事 有一部分的内容 把后面的警察跟消防加进去 一方面对学生来讲 他会学到东西更多 而且更实用 第二方面就是说 未来的这些所谓的 民防疫警 疫教 疫消的这些人力招募 它就会比较容易年轻化 因为你从小就会扎根 那这个对于我们 这个事实上都是叫志工 就对于台湾在基层 去培养这样的人力 是很重要 那我知道的是 最近在大学 因为我们在大学教育 可以看得到 就是社团活动的那个强度 没有像以前 我念大学的时候那么多 因为以前念大学 社团就是一个 应该说穷极无聊之下 一定要去的地方 可是现在的学生 实在是太不无聊了 他什么都有 所以你叫我去参加社团 好像很怪 所以你现在除了一些 少数的社团像登山 或者是一些 比较技能性的社团 比较容易找到人之外 其他社团真的蛮难找人的 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佛学社的人超多 可能那个时候的人 比较彷徨吧 就说他们都 其实现在佛学社 有另外一个趋向 真的啊 对 你说拜师傅的社吗 对对对 某几个宗教 好像也变少了 对 但是以前的佛学社 真的是很震惊的 超级多人 对然后宗教性社团 以前也很兴盛 最近这一段时间 我的观察是 学校这一块都在退流行 可是呢 有些社团 比如说像救护社 其实有救护社的学家 他们的那个社员都超多 我们年轻的朋友 其实他们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他们很渴望 就是说通过EMT1的训练啊 然后能够穿上那一个制服 反攻制服 然后可以去参与 跟车 救护社 对 可以去参与某一些行动 这样子 所以消防署也有编一笔经费 从今年开始 慢慢在补助大专社团 就是成立类似于 消防救护的社团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些 努力都把它合并起来 变成一个学校 正常的课程里面 就有的东西 这听起来其实蛮多资源 有资源 那甚至有些人 有愿意这样做 但好像中间还少了一个东西 把它结合起来 这我觉得是现在的 比较可惜的地方 我记得其实像我们提到 我觉得现在 尤其是这个 我们在编制手册 在推广民放这部分中 我们其实有发现 就是说 像我们过去想那些 波罗的海国家 那个是对民主国家 最极致的想象 那些北欧国家那些 结果反而这些国家 是对就是 我们很想北欧 就是什么政府 会帮你做什么事情 什么想象中的 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过他们反而是 那种强调就是说 前七十二小时 你要自己救自己 对 的国家 跟我们想象 其实就有点颠覆 然后反过来来说 你看这些民主国家 会把这些资讯 公开给人民 然后让人民学习 如何去自救 然后甚至你自发性的 保卫国家的方法 反倒是 我们其实比较威权 独裁统治的国家 这方面反而会比较限索 不太想要去跟大家讲说 到底国家需不需要你 到底发现什么事情 到底有什么 你个人需要应对的 台湾的情况 好像就是有一点尴尬 介于两者之间 就既是 大家知道说 过去反威权 然后我们已经进入民主国家 好像资讯应该要透明 大家要参与 但是就是卧槽投入民房 或者是老师应该也有注意到 有非常多声音 是会讲说 卖王国感啊 然后只是卫星 干嘛要发那个简讯 是不是民进党在操作选举 那对于这种台湾社会 可能有一些人认为 说谈民房是操弄王国感 这样子的说法 老师可能会怎么回应呢 我先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 你们刚刚谈到北欧的model 其实每个国家的 兵役制度不大一样 那北欧国家 他们有一个 比较共通性的兵役制度 就是说他都是以他的这个社区 作为防御核心 甚至就是他们服役的人 他就是不会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这里 所以你即便是志愿役 你分发了以后 你的防区就是在这里 然后你是EUE 你分发了以后 防区也是在这里 那因为你最熟悉你的那个 你的community 对社区 所以当真的有人来打你的时候 你最熟 他们就会在这个社区里面 形成一种就是自我防御的传承 不过因为这是北欧 他们某一些国家的传统 特别是芬兰 当然他的用意就是 你不要来供打我的村庄 这种防御模式 其实你去看瑞士跟以色列 他们的这个后备军人 是把枪拿回家的 被回去了 这样的一种模式 就是他们的民防 就是真的叫民防 所以当瑞士 大家讲说他中立 因为他有那个条件 就是说你要供打他的村庄 因为他有枪 大家都有枪 那以色列是因为 他们就号称全民皆兵 虽然真的不是这样 但是以色列人就是很凶悍 然后就是你欺负他 就加倍奉还 对 即便是如此 就是说我们在华人社会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新加坡 新加坡大家如果去看 他750万人口 其实他也是男生都要当兵 要当两年 大家可以告诉我 新加坡有什么敌人 其实你还是想不出来 他虽然旁边有一个马来西亚 过去也有时候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到现在还是很好 然后印尼虽然有时候关系不是很好 但是基本上还是很好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外物 也没有人号称成天要并吞他 或者是统一新加坡之类的 对不对 但是你看他为什么还是要维持 这样的一种常备性的兵力 而且新加坡 陆海空军都有 他这么小一个国家 那服役要两年 然后他的空军甚至他跟美国买到F-35 那就比台湾F-16更进阶 他有F-35 他有F-15 我们线上的听众可能这两个机型 如果很熟悉的就会知道 这个都是属于非常高阶的战绩 尤其是F-15 台湾过去已经跟美国讲了 不知道多少年 美国不卖就是不卖 那日本有 然后新加坡有 台湾他不敢卖 为什么 因为如果买的话 我们可以一路打到新疆去 所以他就不卖你台湾 因为他知道这东西是长城攻击性武器 那新加坡要是干嘛 所以这就很有意思 就是说刚提到所谓的芒果干 芒果干 其实我比较不会去用这三个字 而是说国防基本上 除了表面上的防御之外 它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是凝聚你的国民意识 就是你这个国家 然后有共同的生存的这样的利益跟经验 兵役这件事情 它是把各阶层的人绑在一起 然后在一个地方受讯 然后大家能够认识不同的人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尤其是在我们刚讲新加坡的例子 因为新加坡 他除了华人之外 他有马来人 印尼人 印度人 他有各种族裔 所以他必须要在兵役这个制度之下 去团结这些人 那你当过兵 大家如果男生有当过兵 大家就会比较了解 就是说那个过程里面 大家会有革命情感 然后会比较有 你一辈子都可以吹牛的话题 所以那个当完兵的男生 通常他们的女朋友最受不了的 就是回来就是满口就在讲当兵的事 可能不止他们的女朋友 所有人都不是很受不了 但是你就可以想象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正在征集 那个一年的兵役的那些 义男嘛 我们那天看 昨天看到新闻就是说 有的家属意义不舍啊 有的义男觉得惶恐啊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保证 一年回来以后 这些人绝对是 讲到这个东西 可以讲三天 然后吹牛可以吹一个礼拜 这种东西就是很重要 它是一个生命经验 当你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 我们共同防卫家园的生命经验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亡国不亡国的问题 而是说你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 交到不同的朋友 然后去了解这个社会上有各种人 像比如说我当兵的时候 因为我在陆战队服役 因为我是御官 我带的兵一半有前科 那前科都不是很严重的 所以他们还是得当兵 可是你看到他们那个前科的时候 你就会吓死 就是说我的天哪 我竟然跟这些人在一起 对但是这个在我们以前生活经验是没有的 你有看到有偷东西的 有各种犯过各式各样的小罪的人 在你的身边 那这些人你就会试着去跟他们相处 然后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 就是说一个国民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 我觉得老师刚刚最后提到的这个事情 让我先到一个 尤其用新加坡的意思去衍生 我觉得这听起来是一个很 与其说是为了亡国感 所以去关心 不管是国防民防或是从军等等的 但不管怎样 这好像是一个其实很好 去重新塑造一个国主意识 就是对新加坡人 不管我们是什么人种 我们都是新加坡人 对 那也许对台湾而言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的人 你共同关心 如何所谓这个国家 你去从军 你去学民防 你去学相关的技能 你都是在学习 就是对 我们都是台湾人 对 我们可以一起守护 我们的这个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很谢谢这个今天 我们先该开始 先跟老师聊的民防手册 可以有哪些重点 然后呢也提到说 推广民防教育的重要 还有提到最后想要说 如何建立这个 共同的这种国家意识等等的 对 谢谢老师今天的精彩分析 谢谢 对 那我们民防关系什么事的下一集 我们会继续去邀请到 马世元老师跟我们一起聊 这几年政府规划了 哪一些民防新的措施 大家不要错过咯 好 这集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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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